他,从零开始一手创建围棋社 被其他社团各种倒茶也冲不气馁 歪打正着目的天才小学生的加盟 带领中人上演最弱诞生最强的今天剧本 一举击败长盛斗物海王中学并差点成为冠军 这些也如王道热血漫画主角般的经历 却都落在了这个最平凡,最不起眼 但也是最符合七零王主旨的配角身上 哈喽大家好,我是蒙串 欢迎收看七零王人物之 没错,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铜锦公红 在聊铜锦之前,先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回想一下 七零王的主旨是什么 三、二、一 将遥远的过去与遥远的未来连接在一起 这句台词是漫画追踪回北斗杯结束的时候 阿光对高永下说这是他下围棋的原因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却被对方直接吐槽说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一样吧 想当初我在看的时候也是完全没看懂 但现在回过头来才明白 这句话其实直接点名了七零王的主旨 传承 虎次郎的存在是为了佐威 佐威的存在是为了阿光 阿光的存在也是为了某个人吧 佐威在与他使命人的对局结束后明白了 在追求神之一手这条漫长旅途上 他的使命已经结束 剩下的就交给阿光了 然后笑着与阿光道别 儿童今也是一样 他的存在可以说是为了成立 列赖中学为骑士 将为骑的有趣之处 以及搭到海王中学的目标 一同传承给了他可爱的学弟学妹们 童景是阿光学校里的学长 为人憨厚老师又散良 做骑士来努力又认真 是标准的好好先生 过必要时也是会生气的哦 深灰色的短发配上大大的黑色粗犷眼镜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个人特点 气力也十分的弱 甚至可以说在这部以为奇为题材的作品中 弱反而成为了他的特色 这名角色其实就代表了那些 实力普普通通没有特别宏大目标的平凡人 而哭天妞美老师也借由他的故事告诉观众们 一个人的热忱 并不会受到他实力强弱所影响 虽然舞台只是小小的学校 但同仅对为奇的热爱与付出的努力 跟拼命追寻梦想的院生们比起来也丝毫不逊色 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挫折后 都没想过要放弃 最后成功地撞到了围棋社 将他最爱的兴趣推广出去 并深深地影响了许多人 而且他更因为种种的事迹 被后来的学弟尊称为 传说中的童景学长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传说是如何诞生的吧 童景初登场是阿光区夜来中学 小青园游会的时候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那就错了 其实早在儿童围棋大赛的时候 童景就已经隐藏在了观众当中 不知道细心的你有没有发现呢 这也算是动画的一个小彩蛋吧 因为在漫画里 他其实是有台词的 到了围游会的时候 童景设立了围棋社的摊位 并用小礼品吸引游客来捧场 要知道围棋社都还没有被承认 他基本上是不可能从学校那里拿到预算的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只掏腰包买答题的奖品 这种用爱发电的行为就已经显示出 童景他是真心热爱围棋的 但在这个时候 身为童景的好朋友 同时也是讲棋社的社长 迦赫出现了 他听到童景提到塔什亮的名字后 直接恼羞 把口香糖粘在棋盘上说 塔什亮算什么东西啊 童景虽然很生气 但还是保持冷静 即使他当着自己的面 把奖品的节气急撕烂 也只是要求迦赫赶快离开 相当的温和且克制 但看到这种事情 还听到迦赫说他赢过阿亮 阿光又怎么会放过他呢 两人因此展开了一场 以游东勇为赌注的棋局 而对局的结果是 阿光因为分心而失误 导致佐伟就算再强也没能扭转烈士 但迦赫却也在此 见识到阿光那份惊人的实力 并且以赌局的落败 要挟阿光让他一起参加围棋大赛 就这样 本来不可能组成队伍的三人 举在了一起 让童景得以朝着击败海王这个目标 踏出了小小的第一步 来到了围棋大赛 童景却在队局的时候 拿着教学书本边看边下 还被对手当面嘲笑说 离了连几十七都不知道的家伙 一个只会看着书下棋的笨蛋 再加上随便抓来凸数的将棋士而言 这局根本就赢定了 不过这种自大的对手 一下子就被迦赫搞定了 童景也在收官阶段反败为胜 阿光更是在这局完美发挥出 只剩的实力让他们以2比1的成绩 突破第一回合 但第二局就没那么简单的 虽然迦赫还是轻轻松松击败对手 但童景因为实力不足轻易的落败后 不甘心的走到厕所 敲墙壁 阿光也是吓得一塌糊涂 因为在这样下去的话 肯定是要输掉比赛的 所以迦赫就向阿光撒谎说 这次赢不了的话 学校就不会承认为骑射 希望以此激发出阿光的潜能 阿光也在快要落败的时候 哭着求佐伟代替自己完成这一局 只是阿光第一次在期盘前 落下了不甘心的泪水 童景上完厕所回来后 听说他们赢了也不敢置信 打从心底露出喜悦的表情 漫画的这一格实在是太可爱了 迦赫也趁此机会要求童景把书丢掉 让他从现在开始摆脱依赖成长起来 然后终于来到了决赛对战海王中学 面对海王的主将即使是迦赫也只能盘帅的认输 但童景却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抓住了对手的失误 一路维持住优势终结比赛 也就是说在收官阶段 童景的实力其实并不会输给海王中学的人 妈 而左围附身的阿光更是直接把对面打到哭出来 别哭了孩子 对面开了外挂 你等一下举报他就好了啊 就这样 夜来中学击败了海王准备成为冠军之时 却在最后关头被人发现阿光是违规参赛 虽然这是家贺的主意 但童景还是第一时间出来谈护阿光 再次展现出他认真又有责任感的一面 不得不让人感叹有这样的学长真好 虽然这次距离冠军只差一步 但夜来中学第一次出场就有如此表现 已经让海王的老师赞叹不已 童景跟阿光也立志要在明年卷土重来 就这样到了春天 阿光跟小明考上了夜来中学 童景学长终于不用再孤军作战了 即使做好的海报被别人撕烂 阿光也会出面反抗对方 还要小明帮忙做新的海报 逐渐成新的围棋社只要招募到新的社员 凑齐三人就能再次参加大赛 与希望找强子加入的阿光不同 童景学长并不在乎新人的实力 一心只想着推广围棋的他 只要有人可以一起下棋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他偶尔还是会沉醉在 击败过海王的回忆当中 所以看到答对海报问题的山谷时 正大了双眼闪耀着期待的目光 但对围棋社与参加大赛 完全不感兴趣的山谷 巧妙地让童景连下两指反归落败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童景看到这种情况 有听说山谷曾在毒气的时候作弊 也不由得反问阿光 我们真的可以和这种人组队吗 山谷的种种行径 已经让他失去了童景学长的信赖 所以在阿光成功拉回 误入歧途的山谷后 童景也是摆出了一副冷漠的态度 听到他小看海王的言论 更是直接破口大骂 而不甘心被轻视的山谷 为了证明自己也答应参加比赛 是要在童景面前击败海王的人 到了比赛当天 童景学长依旧非常生气 山谷出现没多久后 就拍桌子找借口离开 我觉得他除了在生山谷的气外 同时也在生自己的气 因为跟他这种不认真又不尊重围棋的人比起来 自己实在是落台多了 而且还不得不依靠他才能凑齐三人参加比赛 没办法在棋盘上扳回一层的童景 只能诉诸于言语的攻击 在海王的日高学姐直问三谷 要怎么战胜主将案本的时候说出 这家伙会靠作弊获胜 半点面子也不留给三谷 但日高嘴人的功力实在太强了 看到童景直接嘴他说 上次是一时侥幸才能获胜 又是作弊又是靠运气的 你们夜来中学真是太厉害的 面对他一连串的发言 童景一连无奈无从反驳 但当日高在说他们是因为战术上的考量 才将三谷放在竹江的位置时 童景则直接忍不了保其回嘴说 三谷虽然是一年急升 却比自己强上十倍 是名副其实的主将 你不要小看他 童景之所以这么生气 一方面是因为日高的说法 对认真参赛的夜来中学 是非常的不尊重 另一方面对于童景来说 三谷就算再怎么坏 都是同校的学弟 他的态度就是 我自己怎么嘴他是我们的事 但轮不到你这个外人对他说三道四 再次体现出童景是一位多么棒的学长 三谷也因为童景这番慷慨激昂的发言 心态上逐渐产生了变化 在比赛的时候答应他自己不会再作弊了 拜托童景一定要获胜晋级 最终在第一回合 他们以3比0大获全胜 午休的时候 两人更是冰势牵线一起练习 本来一盘散沙的夜来中学 此刻终于团结了起来 来到了第二回合 距离击败海王中学这个目标只差一步了 作为学长的童景 并没有非常热血地说出 我们一定要因这类的精神狠化 只是告诉阿光不要在乎输赢 尽力的去下就好了 童景这次也是下的异常的谨慎 因为上次就是靠对手的失误而获胜的 但这次对方并没有给任何的机会 实力悬殊的两人很快就终结了对局 阿光这边也在踏实失望的泪水中结束 夜来中学的败北其实在此刻已经决定了 童景却还是在一旁默默地关注着三谷 盼望他能够取下一胜 不过倔强的三谷就算坚持到最后还是无法打败暗本 而童景的泪水也随着他的败北宣言绝提而下 这样的战果 我相信童景在比赛前就已经预料到了 所以他才会教阿光不要在乎输赢尽力就好 可是他的泪水依旧没有忍住 因为输其实实在是太难受了 在经历了这次的比赛后 围棋社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 体会到比赛乐趣的三谷彻底的融入了社团 小明也深受感动希望找到三个女生参加团体战 而作为考生的童景虽然要把中心放在学业上 但偶尔还是会来社团教师跟他们一起下棋 他们三个还约好在暑假的时候 每个星期都要见一次面呢 至于阿光 他则是整个暑假都泡在网卡里当网瘾少年 说真的有这么正的店员我肯定也是每天都会去的啊 不过因为亲眼目睹了周围无数的棋局后 棋力图飞猛进 放玩家回来后已经能在壤子的情况下斩生三谷 围棋社也因为参加了比赛取得了经费买到新的棋盘 不过童景你的手凹成这样 我看还是先拿经费看个医生比较好哦 小明还找到了女生加入围棋社 所有的一切都在慢慢步入正轨 这也让童景学长感到极度的不甘心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身为考生的自己 却要忙着准备考试 他只想每天都来这里和大家一起开心的下棋 但现实是残酷的 这或许也是身为普通人的无奈吧 无法亲手达成击败海王这个目标的童景 只能寄希望于日益进步的阿光 说不定下次比赛的时候 阿光就能实现他的目标 这个他以为的大家的目标 但进步神术的阿光 早就已经将目光放在了更遥远的前方 阿光听到阿亮已经成为职业骑士 所以下定决心报名远生考试 却不知道成为远生后不能再参加业余比赛 内心顿时十分的纠结 三谷听到后更是抓住阿光的衣领 质问他是不是要抛弃大家 并且情绪勒索说阿光离开的话 自己也要推出围棋设 迦赫则与三谷相反 全力支持阿光追寻自己的目标 不应该困在这小小的围棋设里 而童景或许他才是那个最不希望阿光离开的人吧 但看到迦赫如此支持他 也下定决心推阿光一把 说服三谷在最后与阿光进行三对一的对决 交手的过程中也让童景感受到 自己已经完全不是阿光现在的对手 三谷也坦率地向阿光认输 战胜了他们两个的阿光只输给了迦赫 这次的对局就像是阿光的毕业典礼 告别围棋设准备登上更大的舞台 而这三局起就是大家送给阿光的毕业礼物 在童景学长的教导下 阿光完成了棋谱的制作 让他顺利地通过了远生考试 随着阿光迈向了新的阶段 童景的故事就此迎来了尾声 他在樱花飘散的季节中将围棋设托付给了小明他们 笑着感谢大家为围棋设付出的努力 并祝福阿光能早日成为职业骑士 可惜的是三谷并没有出现 或许是他还在生阿光的气吧 这段剧情其实是动画原创的 感谢动画组为童景与佳赫补上了这圆满的落幕 虽然后续的剧情都没有童景的戏份了 但在动画的结局中 动画组还是为童景安排了一位超正的女朋友 走在路上满脸都洋溢着幸福 让佳赫看到后下巴都要掉出来了 枯田老师当然也没有忘记他 在最后的北斗杯上 童景也作为观众在台下默默的支持阿光 童景学长的故事虽然结束了 但他的精神已经确实传承给了学弟学妹们 女生那边加上金子 抽齐了三人 男生也有一年级的小吃加入 脑别扭的三谷之后也会重返围棋社 继续为了实现打败海王这个目标而不断努力 尤其是小明他最初虽然是因为阿光而加入 但经过了这些日子 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围棋的他 决定到了高中即使没有围棋社 也要效法童景学长自己创建 小吃也继承了童景的遗志 在三年级生都退出了社团的时候 他又再次自己一个人 像童景学长那样独自真心围棋社 即便弱得被学弟嘲笑 也不见他对围棋的热爱 最终在传说中的童景学长的帮助下 成功再次筹齐三人 这部分的故事都收录在家贺的番外篇中 至于详细发生了什么 就留到介绍家贺的故事 再跟大家分享吧 童景虽然只将目标定在了学校之间的比赛 但当中所流露的热血与不甘心 是完全不会输给职业骑士们的 作为平凡人的写照 他尽自己所能 以自己的方式 为围棋做出了无比的贡献 他虽然实力不强 但他的毅力与坚持都是十分让人敬佩的 我自己也从他的故事中学到了许多 如果说左围的存在是为了阿光 童景的存在是为了夜来中学围棋社的话 那么我的存在 就是为了正在荧幕前收看影片的你们吧 虽然我现在做的影片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还是希望能够将我在七零王中 体会到的感动再次传达给大家 把他们的故事传承下去 所以啦 既然你都已经把影片看到这里了 也恳请你帮我按个订阅跟喜欢 支持我完成七零王系列的影片 把遥远的过去与遥远的未来连接起来 如果你有其他的看法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